Hello Tony哥 今天第五集了 我承接上一集的問題 你為什麼會代理這兩個品牌 承接上一集就說 古巴人在多明尼加設廠 做了一個品牌聖地下歌 For 亞洲決日 我們就拿來代理 先說黑羅諾斯 在多明尼加這間廠 就是在多明尼加有100年歷史 90多年了 有100年歷史 做了三代 我們就有代表性 所以就拿了這個黑羅諾斯 來代理 就是原裝多明尼加設廠 多明尼加人做了三代的書家 至於那個古巴人 到多明尼加生產的 為什麼我要拿去那個 雪茄做代理呢 因為他也很有代表性的 因為之前也跟他說過 他那個經理都有那本事的 在古巴 還有呢 現在他做 有三個口味都很適合 中國和香港 對亞洲區人 所以 正是聖地牙哥裏面 都有三個口味的雪茄 那 如果 廣多明尼加 有100年歷史 又夠時間 去 講到多明尼加的質素 如果 那些人 現在 在國內 剛剛才能吃雪茄 經常都要講古巴雪茄的 這裡 都夠大調性 因為呢 這個古巴人 在當中 現在吃醋 當然 我要 拿這兩個雪茄的代理 來到香港 都說要找這個代表性 還有 要找 香港 食育雪茄的人 一起去試這個雪茄 經過兩年的時間 來了50款雪茄 而這兩個品牌裡面 是 拿了16個品種 16個口味 鎖子 全部都是 有質素的雪茄 這個價錢 吃這個質素的雪茄 非常好 那 第六集 你們想聽到什麼 再繼續 拜拜 拜拜